一辆全副武装的皮卡快速穿过沙漠 车子里面是两名残暴的叛军头目 然而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世界赫赫有名的阿尔法特战队早已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出现 随着车辆越来越近 队长立即下令所有队员做好战斗准 RPG 机枪手各就各位 大战一触即发 火箭弹直接将前面的车辆撕成碎片 叛军随同汽车零件直接被炸飞 紧接着后面的皮卡也被炸 机枪手对准中间车辆疯狂扫射 还没反应过来的前排司机瞬间被打成筛子 两名探军头目赶紧下车逃跑 然而等着他们的是狙击手的射击 一名头目直接当场死亡 另一名头目马苏德拿起枪准备反击 然而在阿尔法特战队的面前 结果可想而知 一发麻醉真正中紧不大动脉 直接将他放倒 他不能死 因为只有他才了解具体的袭击计划 确认目标打包带走 一场教科书式的抓捕行动圆满结束 头目马苏德被押回基地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竟然遇到了曾经的老战友安德烈 两人原本是并肩作战的生死战役 面对如今的处境两人唏嘘不已 安德烈劝说他如实交代恐怖袭击的具体计划 这样可以减少所遭受的痛苦 然而话音刚落就遭到了马苏德的拒绝 而且还嘲讽他 作为一个堂堂的格勒乌上尉 一生中心为国 现在却连儿子做心脏移植的手术费却交不起 凭什么要为他们效力来阻止他的袭击计划 最后马苏德告诉安德烈 如果能想办法让自己离开这里 出去后他可以出钱救治儿子 安德烈低头默不作声 当他走出牢房 他再次想起了患有心脏病的儿子 想起了妻子那焦虑而又无助的眼神 在亲人和国家面前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前者 当天晚上 安德烈利用自己植物质便带走了马苏德 他们成功逃出了边境 两人来到另一支阿族叛军基地 刚好碰到他们准备处决眼前的这名俄罗斯飞行员 心狠手辣的马苏德告诉首领 等到俄罗斯海军日的时候 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连同被关押的美国飞行员一起处决 这样才能震慑俄罗斯高层 也能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叛军头目听取了他的建议 俄罗斯飞行员躲过一截被关了起来 但奇怪的是 安德烈随同马苏德刚返回车臣基地 俄罗斯高层就得知了飞行员被俘的消息 立即派出阿尔法特战队前去营救 这是世界赫赫有名的阿尔法特战队 这支部队成立于苏联时期70年代 一直是俄罗斯应对突发事情的一板历解 主要负责境外刺杀和营救工作 他们配备世界最先进的装备武器 参与了多次现代战争和反恐行动 这次他们要深入叛军基地营救被关押的飞行员 其难度可想而知 他们六人兵分两路悄悄地向基地摸进 狙击小队率先干掉两名巡逻的叛军 紧接着击毙对面山坡上的机枪手 外围哨兵全部清除 四人小队开始营救行动 参守的叛军很快被清除 打开铁笼队长上前亮明身份 飞行员看着胸前的标记一脸惊讶 他没想到自己身陷狼窝 而组织这么快就前来营救自己 他希望能带上身边的美国飞行员一起离开 队长没有拒绝启动应急方案 然而就在他们安装好栅栏 在转移两名受伤的飞行员时候 昏迷的美国佬却因为疼痛突然大叫一声 这下引起了叛军的注意 马苏德得知飞行员被救非常震惊 他赶紧召集各个叛军手里 必须要尽快实施他们的袭击计划 原来他们打算劫持土耳其购买的巡航导弹 计划在俄海军日当天对圣彼得堡进行袭击 此时装载导弹的船只已经驶入公海 而另一边安德烈正在加急破解发射系统 这也是马苏德把安德烈留在身边的主要目的 系统破解成功 海军日这天 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人山人海 与此同时 马苏德带领手下直接抢驳土耳其发射基地 班军前脚刚进入基地 俄罗斯阿尔法小队就空降在附近 经过对地形简单了解 小队开始向基地进行战术突进 当他们来到基地时 发现守卫已经全被击毙 他们赶紧向内部开始突袭 而此时马苏德已经控制了发射系统 并且与公海上的导弹成功建立连接 根据马苏德命令 操作员锁定圣彼得堡的阅兵广场 眼看导弹一触即发 安德烈赶紧上前阻止 安德烈被打晕 马苏德立即下令启动导弹 操作员战战兢兢的按下发射按钮 导弹成功发射 马苏德击毙操作员 而此时阿尔法特战队已经进入基地 小队成功击毙马苏德 然而此时导弹离圣彼得堡只剩下了30秒时间 好在安德烈在破译发射系统的同时 也破解了导弹自毁系统 导弹在近海上空爆炸 他们成功阻止了叛军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 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 其实尚未安德烈从一开始 就一直在执行卧底任务 好在关键时刻 他们成功阻止了这场惨绝人寰的袭击 最后安德烈也得到了属于他的勋章 国家也承担了他儿子的全部手术飞影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剧情简单 但是对于特战队的作战行动刻画的非常真实 可以算是一部优良的军事题材电影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的加个关注点点赞谢谢 驻守基地的正式号称世界排名第一的阿尔法特战队 虽然他们只有11个人 但是面对几十名武装分子的轮番进攻 他们仍然死守阵地毫不退缩 这是2020年发生在中非共和国的一个真实事情 当时正处于中非总统大选期间 而此时前总统在西方政客的支持下发起了证明 他私下联合当地大批武装分子和各路叛军 开始向首都班级发起进攻 他们冲入村庄随意屠杀当地百姓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到处都是村民们的惨叫声和哀嚎声 就连做饭的铁盆都难逃被抢的命令 不听服从的男人当场就被枪杀 而长得漂亮点的女人就成了他们发泄的工具 一时间整个村庄宛如人间恋女 但叛军首领如同恶魔一样 即便这样他似乎还不满意 他命令手下将所有人赶进教堂 神父跪下祈求他们放过这些村民 可叛军首领二话不说 直接一枪将他射杀 随后教堂也被一枚火箭弹直接炸 他们所到之处失衡便宜 一些活下来的年轻人直接被强征入 对于不愿参加的全部当场枪军 现任总统对此也束手无策 于是向西方维和部队求主 但是根本没什么抿讯 叛军沿路继续向首都班级推击 路上的维和部队也就是个挥手 叛军只是挥了挥手 维和部队就乖乖地把刀让开 毕竟这些家伙手里的火箭炮和重机枪可不是摆上 而这个俄罗斯特种教官团所在的训练基地 正处于叛军前往首都班级的必经之路 教官团大多都是阿尔法特战队出身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当地政府军提供军事技能培训 俄罗斯官方为了避免麻烦禁止他们参加战斗 除非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才能进行反击 眼看叛军越来越近 队长库班开始组织人员进行布防 而此时的叛军已经来到了基地附近 他们也知道战斗民族可不好 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迫于西方政客的压力 他们只能在摩托车上插上白旗前来谈谈 叛军首领希望俄军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 并且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队长库班看着这个作恶多端气焰嚣张的暴动 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 叛军首领恼羞成怒大手一挥 扬言要在半个小时内踏平基地 说完直接扬长而去 眼看冲突不可避免战争一触即发 队长赶紧召集所有人并安排防守准备 基地受训的政府军负责守卫外围 俄军教官负责守卫基地 所有人严正以待 果不其然 叛军首领舰谈判破裂 他们用车载重机枪向基地开始射击 可让教官们没想到的是 基地受训的政府军在听到枪声后 竟然带着武器弹药直接开车逃跑 只留下了11名俄军教官坚守基地 看来一个军队的强弱跟作战技能好像没啥关系 主要还得战斗意志够不够坚定 叛军首领看到政府军离开后 随后便向基地发起了全面进攻 一场人数差异悬殊的战役正式开始 2020年俄罗斯的一支特战队 在非洲竟然遭到了当地叛军的围攻 俄军虽然只有11个人 但是个个都身经百战临危不惧 他们借助着有力地势对叛军进行反击 看到叛军掉落的重型武器 也要貌似抢回来 临走时还不忘在不遇到 汉军很快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然而还没等俄军传统起 汉军又发起了第二波的进风 他们骑着摩扣车想用速度来突破俄军防线 汉军死伤无数 只能抬着伤员赶紧撤退 汉军进攻失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西方政客那 于是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杀手紧 从乍德调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雇佣军 赶往俄军训练基地所在的班加苏 在首都班级的俄军总部 指挥官通过情报人员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但是让他们纳闷的是 反动派的目标应该是首都班级 为何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班加苏的俄军基地呢 指挥官们分析认为 他们夺取只有11名俄军的基地 是为了向每只公布他们击退了俄军 以此制造舆论压力瓦解政府军的抵抗意志 于是指挥官决定 从班级总部派遣一只小队拦截从乍德赶来的布庸军 第二天 总部派遣一架直升机前往班加苏的基地支援 与此同时 负责拦截雇佣军的俄军小队已经到达指定地 他们利用无人机侦查到诈格雇佣军 正在朝着班加苏的方向迅速赶 他们在公路上急速飞驰 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 突然一辆重型卡车冲了出来 直接横在了马路中央 雇佣军机枪手立即开火扫射 结果瞬间就被爆头 随后埋伏在马路两侧的俄军直接开枪扫射 不如其来的袭击雇佣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还没来得及组织突围 就已经被全部消灭 但是俄军队长总觉得有点不对 果不其然 在一名还没断气的俘虏口中才得知 刚才这批只是吸引火力的诱饵 而雇佣军大部队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现在估计已经快到班加苏基地了 特战小队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经过一夜的休整后 叛军再次对俄军基地发起了袭击 他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这次没有盲目地发起强攻 而是先用火箭弹对掩体进行轰炸 紧接着用重机枪进行火力压制 俄军教官不得不变换位置进行反击 然而一名教官不幸被火箭弹炸飞 他强忍着剧痛艰难地爬起身来击毙了河鲁 并救起被炸晕的女学员 可就在这时 一辆架着机枪的皮卡车开了过来 他立即拿起手围朝着叛军扔了过去 猛烈反击 在几人的通力配合下 他们成功击退了叛军的第三波进攻 此时总部派来的直升机也刚好抵达基地 他们立即把伤员和女兵送上飞机 送往首都班级总部进行救治 而此时 从乍德赶来的雇佣军大部队 已经在基地附近开始集结 这支雇佣军是前总统在西方政客的支持下 精心准备了五年的队伍 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而且很多一部分都是特种部队出身 随着首领的指挥 雇佣军立即向俄军锁在军事基地发起进攻 他们先使用火箭炮对基地进行覆盖 在密集的火力压制下 教官们被压制得无法启示 锁在掩体和房间也遭到重创 他们只能边打边退 雇佣军见状交替掩护发起追击 准备一举歼灭教官团 但好在之前 俄军教官早就布下了陷阱 冲在前面的雇佣军当场被炸死 有的直接被炸成碎片 但这群雇佣军可都是亡命之徒 他们就像非洲土地上的二哥 一边发出惊悚的尖叫一边追击 俄军教官虽然有个超强战斗力 但是也顶不住对方的人海战士 只能躲进最后一处距 连续两天的激战 很快他们的弹药已经打完了 可此时布庸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 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 教官团只能拿出冷兵器减备近身肉骨 就在此时 一名队友扛着一箱弹药冲了进来 原来负责拦截雇佣军的俄军分队 终于赶了过来 他们悄悄地潜入到敌人的后方发起封死 而基地内的教官们在补充弹药 也迅速发起反击 雇佣军在不如其来的前后夹击下 瞬间死伤一大片 最终这支雇佣军被全部剑灭 这次战斗俄军11名教官团 成功歼灭了武装分子和雇佣军300多人 他们以少胜多成功体现了战斗民族 不服就干的战斗精神 最终在和中非政府军的通力配合下 他们成功扼杀了前总统和西方政客发动的政务